封公的國寶 幾千筆的土檔被看 被賣賣 你知道嗎 我知道這件事情 封公的國寶 幾千筆的土檔被看 被賣賣 封公的國寶 你知道嗎 我知道這件事情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怎麼這麼慘 不要擬得上來 我誰會見 怎麼對我來 我這個相關的這個報告呢 在今112年的1月3號 就已經有合併了 那確實是有這一個 土檔外流的這個現象 那這個土檔外流的這個情形 現在還繼續外流嗎 現在還繼續外流嗎 那個事情出現以後呢 我們也已經過調查 調查的結果發現是 一些承辦人員呢 為了要加速土檔的這個 降級的這個作業 所以呢 就移到 對外服務的機構手造 兩位長官可以回去了 院長 你願不願意組成專案小組去調查故宮 你敢不敢 調查故宮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敢不敢的問題啦 你看 如果這一個照片 它是第一現場 那它就在外面破的 如果這個照片不是第一現場 那麼第一現場就另有照片 而它沒有拿出來 這一個引力的本身 調查報告跟證物不合的地方 就是外界最多的疑問者所在 2月3號所發生的事情 你如果在5月3號以前不趕快看的話 5月4號以後就看不到了 結果你看到沒有 調查報告也講得很清楚 2月9號鎮峰市 他就知道這件事情 他應該要趕快去調 錄影畫面啊 問題就在這 你為什麼拖了三個月 拖到那個監視器畫面都看不到了 你才開始要調資料 你們昨天喔 送來立法院的調查報告裡面 有好多的疑點 我現在就其中再舉出來 最重要的就是 去年 2月發生的這第一件 雙龍小碗的破損 這個破損的本身 它引起外界最多的疑點 當時很多的外業 現在很多的外界專家都告訴我 也都在公開上面表示 這不是如調查報告所說的 一種非人為的毀損 我這邊把調查報告印出來 我右邊秀給你看 他右邊上面就寫說 110年2月3號上午 器物處進行例行整理 發現固詞16896破碎之某某某表示 打開文物包取出填充棉花後 上層上有另一完整此晚 破裂固詞16896系再下層 打開時即碎裂成樹塊 並立即拍照 這句話 這句話 調查報告也經過了正風處的調查 這句話是他們所說出來的事實 而這個事實說 打開時即裂成樹塊 並立即拍照 可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照片 它都不是在文物包裡面 它都不是在箱子裡面 你看像後來右邊的這一件 右邊這一件就是 也是說打開的時候就發現破損 而這個破損你看到它照相的現場 就是在箱子裡面 就是在那個包包的裡面 但是我們這第一件卻不是 所以到底你調查報告也說是 一看到它裂馬上就拍照 那為什麼第一張照片已經在桌子上 在盒子外 而不是在盒子內呢 院長你自己是律師 基本上如果他今天說 一看到破碎馬上照相 那麼他應該在盒子內 可是如果他今天已經在外面了 在桌子上面照相 如果這是第一現場的照片 第一時間照片 那他就不是在裡面就破 是在外面才破 所以這個疑點 跟調查報告 照片證物 跟他的報告事實是不同的 院長你是律師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因為我是律師 所以受過嚴謹的訓練 律師訓練的第一個就是 事實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事實查清楚 然後應該有什麼責任 就應該有什麼責任 這是第二個階段究竊 那麼事實怎麼一回事 如果委員只叫 因為我完全沒有看到這種東西等等 也對這個並不是那麼了解 所以如果委員覺得 他的報告還有什麼值得存以的地方 那就請他再說明 我最後就是要告訴你行政院說 這個故宮的調查報告難以服眾 這個故宮的調查報告裡面疑點重重 尤其是去年二月所發生的這一件國寶的事情 他的調查報告明顯就跟我們看到的證物 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這一點上面就是我要提醒你的 你看如果這一個照片 他是第一現場 那他就在外面破的 如果這個照片不是第一現場 那麼第一現場就另有照片 而他沒有拿出來 這個引力的本身 調查報告跟證物不合的地方 就是外界最多的疑問的所在 而且這個疑點還不是值在這個地方 來我繼續指 更大的問題就是在事發之後 事發之後你可以看到 這也是我從整個報告上面所 這個摘下來的 他說 這個報告是軍長 這軍長指的是吳密查院長 交辦正峰市啟動行政調查 這句話講的沒有錯 可是他沒有講時間點 為什麼沒有講時間點 請看底下 他上面講說事發之後 氣勿處在110年2月9號 先做內部調查 將這個報告引本送正峰市 所以正峰市在2月9號的時候 就知道這件事 那個時候距離事發的2月3號 一週以內的時間 可是後來正峰市咧 正峰市他的動作 我看了整個報告 他的第一個動作 是在110年的5月31號 他要用書面 通知登堡處 協助提供這件事情 事發經過裡面的監視器 前面三個月的所有的畫面資料 為什麼 為什麼正峰處2月9號 就知道這件事情 他竟然到5月31號 才要通知登堡處 來做這個動作 而且 院長你知道嗎 他裡面的監視器 他的保存畫面的期限 只有3個月 也就是說 2月3號所發生的事情 你如果 在5月3號以前 不趕快看的話 5月4號以後就看不到了 結果你看到沒有 調查報告也講得很清楚 2月9號正峰市 他就知道這件事情 他應該要趕快去調 錄影畫面啊 可是不是 他第一個動作 等到了5月31號 他才書面通知 接著 他的約談相關人士 也等到了7月29號 跟8月11號 今天為什麼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不敢說 吳密查院長 是什麼時候交辦正峰市的 問題就在這 你為什麼拖了3個月 拖到那個監視器畫面 都看不到了 你才開始 要調資料 院長 你是律師 你怎麼看這個疑點 這個 委員如果覺得他的報告 有任何因為報告出來 你認為還有哪些應該要再查清楚 或什麼 再報告清楚 委員都指教 不是再報告清楚 現在全 全國人都在看 全世界也在看 現在這個報告疑點重重 現在就看到了嘛 第一個說 那個碗 照片不是第一時間的 這個很有問題 第二個 你行政調查 本來就應該要盡速往上報 你看 2月3號一發聲 基層人員不管有錯沒有錯 先往上報 你也說你很快就知道啦 院長 吳密查很快就來告訴你啦 結果 2月9號 他們也把一個初步的報告 也交給正峰市啊 正峰市為什麼等了快4個月 為什麼 為什麼正峰市等4個月 對 院長這合理嗎 對 所以如果 委員覺得 這報告還不夠清楚 還要 叫他把這個應該交代清楚 我告訴你 這個問題的背後就有動機了 這個問題的背後就有貓膩了 這個問題背後就有貓膩了 這個問題背後就有不為人知的秘密了 不然的話為什麼要等 正峰市為什麼要等 今天為什麼他調查要半年以後 馬上摔到的東西馬上看到破 一個禮拜馬上就叫來問 當天就去查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調查的過程 疑雲重重 故宮裡面所有人的知情都 知情的不敢言 敢怒的也不敢言 這個就是問題之所在 我今天整個做一個整理 你看 整一個疑點重重的調查報告 吳密查院長為什麼事發一年半載 不肯對國人公開 事發的照片為什麼消失 雙龍小板破碎的照片 不是第一現場 第一現場的照片是不是被隱匿 整個的行政調查 為什麼拖了三個月以上 為什麼遲到五月底才進行調查 院長這個就是疑點